你真的蓋這個房子 單你們禮戶1200元嗎? 有 因為我印象中 我要沒記錯的話 營造那邊的費用基本上就800多 我有這個數字的概念 800多好像 800到900這間 建築的部分 有包含你的那些 就是車庫那些採光罩什麼那些嗎? 後來所以我說Lilycoco追加的話 大概應該在800到900件 然後室內裝潢 對,室內裝的部分印象中是在200到300 這箱真的很便宜 那是跟現在比起來 如果現在應該要多多少趟 現在的話營建成本 如果說我們那個時候是當9萬論的話 現在其實可能會在13 我們最近案子的經驗是在13 你們這樣只是因為兩間合起來 如果是像你獨棟的 那可能就15 我覺得會比較高 可是我覺得不至於這麼誇張 因為通常自立之間 你兩戶好了 你也是差半堵牆而已 對啊 差半堵到一堵牆 那你除非是建商那種 比如說 連動的 連動可能就十幾戶的 那個總和才會有差 所以我常常講 我跟個人都會跟他聊說 其實大家有時候在計較一些數字 後來就我們來看是有點好玩的 就是說他佔的比例真的不高 就是說你這裡要黏一塊 所以有時候你問郭婷就這樣 我們常常跟他講 你不用去計較我的設計 我的設計費佔你的總和真的沒多少 你這邊多發個五千塊 可不可以我替你省下不止五十萬 你就不曉得我們都被那個建商 然後營造廠都看不起 因為皮塞多 對啊 不要再跟建物師殺價了 你真是不懂 那種建物師哪比較猶的 他就把你的設計設計很複雜 你付的錢就絕對更可怕 不過我們很有良心啦 不過我覺得那個是個人的設計的信仰的問題 比如說有的人他可能覺得外觀比較重要 像我們自己覺得機能不好 就是行隨機能而生 我們看過有的作品是 有的暗場他是外面很亮眼 可是實際上你去發現 為了做這個造型 空間被切得零碎 或是被切得小小不好用 我覺得這個就會有點粉末導致 你的腦子裡面 那個人跟我腦子裡面那個人 應該是同一個人喔 誰 你說 我要害你 但是真的不能這樣講 因為有時候建物師要實現他心目中的那個量體 如果每個人都實用的話 那偉大的建築就不會產生了 所以其實應該說這個很多不同的設計師 為什麼 我常常講我們這個行業比較難被量產化的比較 原因就在這裡 那你說他哪一個價值才是對的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 那不要說是因為說真的有些我們國外看也有 有很多我稱之為很華麗 甚至很華眾取巧的建築物 我覺得真的我們去走一招 就是這個跟做建築外觀的道理有點類似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反過來了解一下業主你想要的是什麼 你是要那種很亮的還是要比較素雅的 我就是想要人家騎車過去的時候看到我的建築 然後我就會哇怎麼那麼厲害這樣啊 裡面隨便反正我會習慣那個空間 可是像我 對啊所以說這個 這是我說的沒有絕對的好跟壞 有時候要反應在 對業主你 因為我常講 每一塊地都不一樣 它長出來的建築物怎麼會一樣呢 那你每個建築物長出來它的氣質是你適不適合啊 所以像我都會跟我業主要 有些業主他會要的就像說 我要很搶眼 我希望人家第一眼就看到我 那有的業主他覺得不用我稍微低調一點 那或者是說不用我我要的房子就是耐看 他要的就是耐看 他不要那種說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很畫中取消心 所以其實這個都必須花時間去聊去瞭解 然後反應到我的手法上 如果業主啊拿那個照片啊 是大概20年前的照片 然後有說我們到處逼去那 我想要去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就是我常常講專業 我自己知道我的做法是在於說 在開始之前我會先跟他談 在我覺得我可以努力的狀況下 我會把我的專業認為好看的我告訴你 如果他不接受呢 那不接受最後我們還是會給方案出來 那有可能最後還是挑了一個我們認了最不好 還是會遇過啦 雖然不多了 還是會遇到 OK 那個人我們只能在這個架構底下 有時候我們就是稍微再幫他點綴一下 不至於太糟糕 至於太老氣這樣 對或就是我們至少要讓我們加上去的東西 自己還看得過眼 那他不會拆架完之後 你發現他選的材料跟你當初想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看起來就 也是有遇過啊 倒抽一口氣之後呢 之後就是 以後盡量掃經過那裡 那不是我用的 那不是我用的 我就不會主動去提啊 也是有遇過啊 不好意思上面那個都寫上 獨自民客物資設計